你好 欢迎收看KinneyTV快报 我是芝正 行动党事不爹国会议员郭肃沁今天为反对强制清真认证的言论 到武器安曼全国警察总部给口供 今天早上大约9点45分 郭肃沁在律师谢瑞瞻的陪同下进入警局 并在11点55分离开 路供时长约2小时 另外 大约有50人到警局外声援郭肃沁 包括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交赖国会议员陈国伟 武器免登国会议员方桂伦等等 当郭肃沁抵达临近的停车场召开记者会时 现场支持者以热烈掌声欢迎他 面对首相安华的没有内部沟通的批评 郭肃沁再次为自己辩解说 他并没有拒绝内部沟通 而是没有机会 郭肃沁在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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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共产党巴西古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质疑 清真认证的争议是来自首相署部长莫哈默纳因的不当言论 而不是郭肃沁 哈山卡林今天发文告声援郭肃沁 批评纳因的仓促宣布是错误和不专业的 联邦部长不应该这样处理问题 哈山卡林质疑 内阁从来没有讨论和批准 强制餐厅申请清真认证 他接着质问 这项政策的法规还没有获得内阁批准 掌管宗教事务的部长是否可以公开宣布 哈山卡林认为 如果郭肃沁的言论被指控引起穆斯林的不安 进而被视为触犯3R 那么纳因的建议同样引起部分非穆斯林的不安 穆罕默纳因上个星期五表示 伊斯兰发展局Jakim考虑强制 所有没有售卖猪肉或酒类的餐厅 申请清真认证 郭肃沁当天发文告反对这项建议 因为这将会加重企业负担 损害消费者选择自由 更违背了本地多元文化精神 甚至会让马来西亚沦为国际笑柄 乌卿团团长艾科马警告行动党副主席郭肃沁 别插手伊斯兰事务 更标签对方为老娘惹 那对此学者达祖丁毫不留情地批评艾科马 已经无药可救 达祖丁表示 即使受封拿都头衔 艾科马依然没有改变 依旧沿用他那一套老把戏 再次证明他死性不改 达祖丁更直言 艾科马象征着最糟糕的马来人 达祖丁还说 既然我觉得他永远不会说对的话 至少直到他停止利用宗族和宗教 作为上位的政治跳板前 我不想再浪费更多时间在他的身上 另一方面 达祖丁也指出 当伊斯兰克提已经成为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时 郭宿沁本来可以让行动党中的穆斯林领袖来发声 或者和其他人联合发表声明 而不是直接表达自身看法 他提醒 宗族和宗教已经成为叙述成名的捷径 很多人都在等着利用这一点 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需要特定策略 避免在国家面临更紧迫的问题时 分散注意力 除了学者批评艾科马 非政府组织也质疑 政府持有双重标准 在调查郭素沁之余 却对煽动种族仇恨的艾科马置之不理 社区传播中心KOMAS今天发文告表示 郭素沁通过尊重和讲理的方式来表达观点 没有意图煽动对任何宗教团体的仇恨或暴力 反观 艾科马形容郭素沁是老娘惹 充满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 这不仅是冒犯别人的言论 也营造敌视少数群体的氛围 KOMAS出于当局停止调查郭素沁 转而处理艾科马的仇恨言论和煽动言论 以便所有大马人可以在没有制裁的恐惧下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争议不断延烧之际 餐厅业者有什么看法呢 穆斯林餐厅业者协会指出 多数马来餐厅没有申请清真认证 而政府应该先会见土著小型商家 以了解他们在申请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包括高昂成本和财务问题 穆斯林餐厅业者协会主席查瓦哈阿里发文告表示 他们欢迎伊斯兰发展局的建议 但眼下更重要的是 政府需要深入和全面研究 如何推动及协助餐厅业者积极申请清真认证 他还说 希望不会有人趁机利用这个课题 玩弄政治 挑起民族和宗教情绪 大家可以开放地进行深入讨论 无论如何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 行动党坚定地相信 郭素卿的言论并没有触及3R课题 他只是在履行一名国会议员的职责 这广不就是3R 守护多元对抗极端 如果你认同Hindy TV和当今大马的编辑方针 也希望我们继续监督权贵 我们希望你捐款支持我们 你只需要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就能一键捐款 有了大家的鼓励 我们会坚持报道好内容 并且在独立媒体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上期大选后 马华虽然以国阵身份加入团结政府 但在内阁中并没有担任要职 并且持续批评当局的政策 尤其是针对行动党 对此行动党前中委邓张欣 在做客当今大马的播客节目 记者茶水坚时表示 马华应该更自我检讨 承认过去的错误后 再提出正确的政策理念 说服选民赢回支持 而不是紧咬行动党 马华在强盛持继的时候 他们做太错 他们有错的东西 但是他有做一个好事 人家觉得还是不要换政府好 还是投回这个执政党好 行动党也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马华你要胜 你一定要新的路 新的一个愿景 你才有希望能够赢回 所以我觉得 马华一直没有办法做到 很多东西他觉得 行动党没有做到以前所讲的 所答应的他没做 或者犯了错误跟马华一样 他们就沾沾自喜 他们就说 这叫做自强不息 我说不是自强不息 这叫自爽不息 看人家犯了错误 是你以前犯错的 没有比你做得好 你还是开心 这样思维的话 马华还要很久很久 才能够回复过来 除非他要改变思维 两任交通部部长 陆兆福与魏家祥 近期在为马航飞机的 技术问题隔空交锋 邓章心劝告陆兆福 在面对马华质疑时 只需要回答专业问题 没有必要和败者隔空交锋 邓章心提醒 陆兆福不需要把 部门政策或国家问题 变成两个政党之间的争论 而陆兆福有讲我觉得 不应该再讲马华了 败君之将何以言勇 他在讲再厉害没用了 你就做该做的事情 不要再离马华了 因为他败了嘛 胜利者必须有很宽大的胸怀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Kindy TV快报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Kindy TV的 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 当新大马文字版 我是志正 我们再会 Kindy TV Kindy TV